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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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有一個學員 就是已經購買懶人包的學員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那個我在那個課程裡面怎麼都沒有去講說 為什麼要申請網址 後面的那個.com 或者是.com.tw 或者是應該申請.net 或者是申請.biz 或者申請.cc 或者是後面有帶tw 跟沒帶tw 到底有什麼關係 然後這一連串的問題讓我想到 我以前十幾年前 剛開始加設網站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 哎呀 是一模一樣的啊 因為已經過十幾年了 所以我已經忘記了 初學者他們 其實對這一塊 領域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他們搞不清楚 網域名稱跟網址 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個.w到底算不算網域名稱 王址到底有沒有含那個三個.w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用電腦的畫面來解釋 這些我很久以前遇到的問題 而且我已經忘記了初學者會遇到這些問題 所以在懶人包裡面呢 我忽略了這些其實很基礎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呢 要再錄一個比較詳細的過程 而且會免費送給大家 讓您想要進入網路行銷領域的你 可以知道怎麼樣做好第一步去註冊你的網域名稱 然後可以加設你自己的網站 我們來先看一下什麼叫域名什麼叫網址 那在pchome裡面呢 這直接寫買網址 其實我們講的應該是網域名稱啦 其實買的應該叫域名 所謂的域名就是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點.com.tw 而沒有包含這個www 這個叫做域名 那為什麼他叫做買網址呢 那為什麼叫故意叫買網址呢 因為大部分的人 不知道什麼叫做域名 大部分人只知道什麼叫網址 所以呢pchome都蠻貼心的啦 我覺得他就是取一個大家都看得懂的 大家都聽得懂的方式 所以他就寫買網址 然後呢你只要打入你想要買的那個域名名稱 譬如說我隨便亂打 然後這邊選.com.tw 還有這個.com 兩個我都要申請 那你就按購買就好了 他就告訴你這個這個這個.com.tw 一年多少錢 一年800塊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com 一年720塊 比較便宜 那.tw跟.com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點tw就是你只有在台灣的時候才能夠申請的啦 在國外是沒有辦法申請的 也就是說買網址他其實不只是這個pchome可以買 比如說網路中文他是在pchome更早之前就已經代賣這個網址了 就可以去這邊申請了 所以他這邊可以申請的網址的後面那個.tw之外 他還有很多 比如說.asia.ae.af.am.in.io.jp等等一大堆 很多很多其實現在域名的最後的結尾 不只是.tw 不只是.tw 有很多啊.tb.t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 看你要申請什麼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那當然搶的最兇的 最多人申請的就是.com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叫他是頂級域名嘛 頂級域名就是最多人會去申請 就是.com 或是.net 或是.org 那如果你是台灣的話 你申請不到.com的大部分人就會去申請這個.com.tw 那有.tw的東西的這個域名的結尾的話 一般都會跟你要那個盈利事業登記證 或者是現在沒有盈利事業登記證的時候 是那個盈利事業登記的那個資料 主要就是你要成立公司 不然的話你不可以去申請.com.tw 可是你申請.com的話是ok的 因為.com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申請的 他沒有特別去某個國家去做限制 那台灣的話就是要申請.tw 就是一定要台灣註冊的公司 所以這樣就已經大致了解 什麼叫.tw 或是.com.tw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可以去申請各種 如果你是在國外的話不是.tw 你可以申請 像這個新加坡.com.sg 不見得你去新加坡才能申請 不見得 比如說你要申請.jp 所以在這個網路中文 因為這個網路中文的網站 其實他是非常早之前就已經在那個幫人家申請這個網址的網站 可以在這邊購買 那國外你說 國外有沒有 有啊 國外的更便宜啊 像國外他就直接講 喔對 補充一下 剛剛講.pchome他寫買網址嘛對不對 這是比較白話 一般人看得懂 那 網路中文這個網站呢 他就直接寫 域名申請 所以一般如果你 你不是IT部門的人員 不是專門在叫網站 申請網址的人 你可能剛開始不太懂什麼叫域名 域名就是網域名稱 其實網域名稱是不包含前面的三個W的 不包含前面三個W的 那他為什麼會寫三個W呢 是因為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域名有沒有包含TripleW 所以他乾脆就寫個TripleW 然後後面讓你自己去填 其實我們買的並不是這個TripleW 而是後面這個名稱 那個叫網域名稱 域名 那這個TripleW呢 是你要在設定虛擬主機的時候 設定DNS的時候自己去決定的 並不見得每個網站都一定要有TripleW 不見得 那你看看國外的 像國外的GoDaddy 這個是非常非常早以前就已經有的一個網站 那我也在這邊買了很多網址 這邊就直接告訴你search for a new domain 你要找一個新的domain名稱 我隨便打一個 然後按search 他就只提供一個欄位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ok這個.com的搜尋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這個這個.net 這個這個這個.org 這個這個.info 你都可以買 你都可以去select 就是去選擇 那這個這個這個.com ok是有在賣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選他 那價格台幣409 有沒有發現 哎呦 PCO賣700多塊 這邊賣409 好像比較便宜喔 對 比較便宜喔 沒有錯 如果你一年一年買的話是比較便宜的 那如果一次買10年的話就不一定喔 一次買10年的話不一定喔 譬如說他一次買10年4800塊 好 點.com喔 我現在講點.com喔 因為在國外你不能夠申請點.com.tw 所以這go daddy是國外的 然後如果你在這邊一次買10年的話 我們把它做一下選擇 選擇之後已經選擇他就寫selected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必須按continue to card 就是要去購物車結帳 結帳的時候呢 他就又會問你要不要買其他東西啊 我都不要 都不要 no thanks 運色就no thanks 不要 然後按continue to card 好這時候呢 他就跑出來了 他告訴你說 你一次買5年的話多少錢 一次買1年的話 剛剛有秀出來嗎 就是 就是439塊 total45塊而已很便宜 那這個是特惠價 特惠價 那如果你一次買10年的話呢 3000塊 3000塊 所以不一定喔 如果你 如果 你看到這個價格是他剛好在促銷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比較便宜 有時候真的比較便宜 現在10年才3060塊 那 PC home那邊 那10年是4800塊 所以不一定 有時候這邊的10年 反而比這個go daddy的10年還要便宜 好 那 這樣的講解之後 你就知道說 其實買網址不只是在PC home 那為什麼PC home比較貴 可是 我會在教學的時候 建議大家來PC home買呢 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他設定畫面 進去管理的網址 那個 設定畫面比較簡單 我們在教學裡面有提到 其他的呢 比如說這個英文的 如果你對英文是有抗拒的 那你根本就 看到英文就嚇到了 根本就不曉得怎麼去設定 更何況 你登入管理界面之後 你真的會昏倒 因為 因為不懂嗎 對不對 你不是專門摸這一個部分的 但是這個東西 只設定一次之後 就會繼續 一直使用 一直使用 所以除非你有很多不同的 直網站 直網站就是說 前面的TripleW 然後你又有另外一個叫Member 然後另外一個叫Shop 或者Shopping.com TripleW.com 你要多個網站 但是你只買一個網域名稱 那個時候你才會再來設定很多DNS的紀錄 那否則的話呢 你可能做一個TripleW 那就搞定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設其他的 所以其實你也不見得要學那麼多 請懂的人直接幫你設定好就好了 好聽完以上的介紹之後呢 你是不是對購買網域名稱 有了更熟悉的認識 那以後呢 你們就可以去購買自己喜歡的網域名稱 然後可以去馬上註冊 馬上使用 感謝您的收看 牛奶爸網路行銷八點檔 下次再見 好 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